大家好,杨峰 特朗普和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再度进行作对试杀 期间,高潮叠起 由特朗普于2022年的海湖庄园搜查事件 特朗普的封口废案,于今年5月下旬,被定罪灯 但是,高潮中的高潮,莫过于昨日的新闻 特朗普在宾州举行竞选集会 发表演说的时候遭受枪勤 从新闻画面上,看到特朗普的幼儿出现血迹 安全人员即刻将特朗普带离现场 事后,美国特群局人员向新闻媒体证实 特朗普的情况安全 执法官员将此事件定性为暗杀未遂 并且认为开枪者是狙击手 意思是,这是专业的袭击或是暗杀事件 不过,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是特朗普总统竞选的竞争对手 他声称,对于特朗普的袭击案 他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目前,他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来发表评论 到底真相如何?整个美国,甚至于是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 美国是满城,而且是满国风雨 先谈几个重点 第一,拜登这番说法是在暗示什么呢? 这会不会是特朗普自导自言的暗杀事件呢? 为了选举而不择手段呢? 按照拜登的说法,那可是暗示性十足 拜登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他的说法 他说,我目前了解的情况还不够多 我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来评论 拜登这番说法,岂不是暗示了? 特朗普是自讨自言的,上演一出苦肉机 接着,拜登竞选团队宣布 暂停之后,所有拜登的竞选外出活动 并且将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这几乎等同于停止竞选活动一样 拜登竞选团队停止了拜登的竞选 外出活动 这是为了拜登的安全着想,无可厚非 然而,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却是不得已 为什么呢? 如果拜登竞选团队不暂时的停止竞选活动 很容易给外界一种感觉 特朗普遭受抢击 是因为拜登竞选团队的不当策划所致 目的是让特朗普无法进行竞选活动 无法参选下去 好让拜登顺利当选 这个罪名,拜登竞选团队是万万不能承受的 也不能让记者或是美国人民产生这种感觉 因此一定要停下来 让大家觉得,拜登与特朗普同悲同苦,同进退 而不是成冷之危 这就让人回想起,2004年的台湾大选 就在投票日的前一天,陈瑞变遭受抢击 这是当时著名的两颗子弹 同样的,当时的联宋团队 也是停下了竞选招势活动 以至于给了陈瑞变竞选的有利机会 中俄赢得大选 巧的是,2004年 阿比的两颗子弹和精致特朗普的暗杀事件 都只是轻伤 难怪有人认为,特朗普是自导自演 第二 拜登的含蓄说法,其实就是给人一种暗示 引导外界的暗示 一方面,显示自己的无辜 枪击事件是与几方无关 二方面 他的说法,产生一种暗示作用 暗示这有可能是竞选对手的苦肉计 第三 这一次的枪击事件 有没有可能是真是特朗普阵营的点子 为了胜选而不择手段呢? 特朗普的演说能力强 煽动性十足 也有很好的表演能力 曾经主持过电视脱口秀 如果说这是特朗普阵营的精心设计 目的是要胜选 从可能性来说,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特朗普没必要搞这么一出 特朗普已经是处于优势了 尤其是和拜登的电视辩论后 更是明显胜出 拜登在电视辩论中反应迟钝 糟糕的表现是尽显无疑 因此,特朗普虽然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由于胜券在握 没有需要,也没有理由 搞这么一出遇刺强击事件 真要说的话 由于拜登竞选处于劣势 落后的局面 拜登倒是有更强烈的动机 搞这么一出 在电视辩论后 民主党还出现了撤换拜登的呼声 不惜因此犯兵家大忌 选前挣钱换将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现在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指责对方 总结起来 在竞选中掌握优势的候选人 通常会走稳健的路线 而不是行暴冲 极端的路线 依照这个观点 特朗普阵营制导自演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已经有了竞选优势 不值得冒险 美国总统遇刺 似乎成了特殊的文化 美国之前有甘乃迪遇刺 里根遇刺 说不同的是 里根在遇刺中也是安然度过 并且其民意支持度还升高了 为里根的执政凝聚了民意 里根凭借此高民意的支持 不论是对内施政,还是对外与苏联进行冷战 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强势 也从而给予苏联强大的压力 那么,如果特朗普顺利当选 是不是也能够凝聚美国的民意呢? 只能说,特朗普经此枪起事件 能够博得一些美国人民的同情心 其支持度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升 但是,要说凝聚美国人民的民意 难啊! 美国已经失去了团结民心的机会 为什么? 美国从2000年 小布希与高尔在总统大选中对战 由于票数非常接近 导致佛罗里达州的计票工作 重新进行了两次 但是,让美国民意更加分歧 两党的对立情况和内斗也更加暗化 更别说,特朗普本身就是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 也是独断独行 因此,特朗普想要团结美国民意 非常困难 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特朗普因此自导自言的可能性 还大过于为了胜选 为了胜过拜登 因为特朗普即使是胜券在握 也没有需要冒这种风险 那么,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特朗普自认为胜券在握 因而考虑的不是胜选 而是在执政后团结美国的民心 能够更有效地在国内施政 也更有能力对外拓展关系 尤其是和中国大陆进行更有力量的斗争 前几天,美国共和党才公布一份获得特朗普支持的新党纲 此新党纲聚焦于移民、经济和对华政策 同时也显示出特朗普雄心勃勃 想要在今后任期内一展他的施政理念和报复 锁定他的施政成绩 我们只是分析 为了日后施政因而进行一场苦肉计的可能性 还大一些 但这并不表示 特朗普真的会这么做 不过,因为总得要胜选 之后才有施政的机会,不是吗? 否则,如果为了日后施政时期需要团结民意 反而东窗事发,被人发现作假 应该丢失选举 或是事后被发现 形成总统说谎不诚实 反而会被弹劾下台 到底真将如何呢? 请继续观察,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风云天下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周末愉快